如果我經常都覺得我是不值得的話 我是要賠償很多東西的 後來我想起 就是因為我經常都覺得自己不值得 不值得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父母不疼我 我是沒有價值的 這件事其實是影響了我很多東西的 譬如我想起 我一出來工作 其實很快已經有 有另一間公司的人打電話給我 叫我去另一間公司工作 但其實我去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值得 我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那我就推了去 那我在想 其實這些東西是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 有好東西送過來 你都會推走的 甚至乎 因為我覺得我不值得 我覺得自己不好 甚至乎有其他的異性過來追求 我覺得他條件稍微好一點 我全部都已經推開他們 不是因為他們不好 而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好 我配搭他們不起 我配搭不起他們 甚至乎 結完婚之後 有一次我老公帶我去看晴天半島 他找一個明星來給我看樓 他說林太這房子很好 他就說買給我 然後我怎麼回答他 不要 我們那時候住在慈雲山的屋邨 我跟他說 其實住在屋邨不是很好 那不用買樓 現在回想起來 真是愚蠢 其實你會發現 有很多東西 因為你自己覺得自己不值得 你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你會有很多東西去推開它 又或者是好東西 你永遠都不會留給自己 但是這些錯失一些機會 都真是錯失一些機會 你還未入獄 你可能 如果好像那時候 有人來跟我說 小姐 你好看自己 你甚麼都說不要 甚麼值得好東西 都說你不值得擁有 那你想怎樣 如果那時候 有人拿著這個三個人 來跟我說 可能我醒一醒 那就不用再交那麼多功課了 不用再交那麼多嚴重的學費 但是不是的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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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那譬如 你們有沒有試過聽過 有一個朋友是這樣的 他很早就退休了 他教書的 他很早就提早退休 拿了一大塊Pension 拿了Pension之後 他就去買了匯豐 他買完匯豐之後 百多元跌到八十多元 我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聽過這些例子 又或者有些人就是 買保險 買保險的時候就沒事的 一切了那張單 就有癌症 又有胃病 又甚麼又脈 全部都出來了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覺得自己不足 覺得自己不好 沒有價值 不值得擁有 的一些例子來的 因為人很有創意的 人的創意是 不會所有東西 它顯示出來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又或者 你無尼那間 有一塊錢 來了你身邊 怎麽知道 這裏一筆又洗了去 那裏一筆又洗了去 怎麽知道 你得到那筆錢 還不夠 你還要吐出來 可能這個問你借點 那個又問你 這裏無尼那間 這件又洗了去 那裏洗了去 那裏洗了去 怎麽知道 你還要洗了去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類似的例子 又或者 我會發現 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又或者我不值得 那我就兩邊發來發去 譬如有人有些好東西送來給你 你就不要了 另外一邊我會怎樣呢 就會不斷瘋狂地去找工作 譬如那份工作 就一定永遠不九點鐘都放不了工 又或者放了工之後 就要拿東西回家做 又或者明明 之前那個人做同一份工 或者你隔壁部門做同一份工 那個人 他都不用十點九點才走 那你十點九點走 都不止 就要星期六要上班 星期日要上班 整天不斷地上班 或者你想一下 你份份工都是這樣的 那你就要想一下 其實究竟是不是 是不是自己也有同一樣的事情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Frankie結完婚之後 我就跟她說我不想做事了 我想做少奶奶不做事 那她說好 我又不是養不起你 那你就不做事了 那我突然間很快不做事之後 我就去搞了婚紗這項生意 你們都知道 那她就問我 你說謊 你又說照顧家 又去搞生意 你告訴我為甚麼 那時候我回答不了她 但我想她也知道為甚麼 我現在很清楚知道為甚麼 就是因為我一沒有工作 即我沒有工作 我碰到自己很沒有價值的感覺 即是不行 好像要死一樣 好像廢人一樣 即是完全以前小時候 不想碰那種感覺 完全想過一剎那 完全碰回 那要視乎不行 那我就辭了一份工 那我沒有工作了 沒有工作了 那我唯有 剛剛有個朋友來生氣 那我就做了 但其實你說我是不是很100% 我是很願意去做生意 或者是很想去做生意 其實不是的 現在想回 只不過我是想 逃避我那個無價值的感覺 去找回一件事 去證明自己有價值 這樣去做 那其實這樣就 一定糟糕了 生意 一定不會好 那其實 每一件事 發生到你的面前 其實都是有一件事 想告訴你 其實有些關於你的事 是要去看的 但其實就看看你醒不醒 即是如果從胎初 有人送一層樓給你 你都說不要 你都不肯去看的 那你就現在一路越來越糟糕了 可能你到達你要輸錢 或者你要去賠上一些東西 到達你那個痛 足夠大到你要去看的時候 那你就會醒了 這樣